OdioJungle 各省市近日相继公布了中共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 其中港澳籍富二代、一人及中共太子党的名字最为吸睛 中共新一届上海市政协共有68名港澳籍委员 其中23人是新进 最惹人注目是澳门前特首 现中共政协副主席和后华的儿子何敬民 何现为澳门政员、投资顾问公司行政总裁 此外还有将韩国部队郭引入上海大获成功的德昌电机后人脉得确的 Aspigo等于WiadoW,ABSBYGOOGLE 北京市公布的中共新一届政协名单 也不乏港澳商界名流 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此子杨正荣入榜 此前他是中共深圳市政协的 今次可谓在上一层楼 新入榜者还有郭炳连次子 新币执行董事郭基红 以及团结香港基金顾问 盛工会、郊省、秘书场馆浩明等 上周末开幕的江苏省政协 有56名港澳委员 其中22名新进委员 包括传王赵从衍、孙女赵世明 原中共政协常委徐展堂侄子 徐浩全、前亚市执行董事盛品如等 除了豪门二代 广西公布新一届中共政协委员中 香港艺人王祖兰首度入榜 广东省新一届中共政协港澳 及多达136人 为各地政协之罪 除周星持续任外 众多党富二代名人心静 如新鸿基执行董事郭基辉 玩具大王、蔡志明、侄儿蔡嘉宋、嘉华国际主席吕志和、三子吕耀华 国际青商会港总会常见如谦、镇雄集团创办人、蒋镇女儿蒋立院等 值得一提示 河北省日前公布的新一届政协名单 中共政治局常委力战书的女儿栗前欣赫然在列 她示意港人身份 返回阻击参政义政 而香港燕心彭丹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坚 以及富豪刘软雄 知己吕立军 则被甘肃省和北京市政协分别淘汰 在美国因涉嫌刑会被捕的中共民政事物局前局常和指评西子 台湾吸引女星胡惠中 则连任中共江苏省政协 有分析认为 政协作为中共花瓶的性质不会改变 但北京当局对港澳委员大洗牌显示 当局希望政协对港澳事务能有更大的影响 Aspigo 等于 WiAbo ABSBY GOO GLE PUSH 统战名人负伤中共的政治目的报道称 港澳和海外人士想在大陆做政协委员 并非随意可得 而要经中共统战部门挑选 只有那些当局认为对当的有贡献 有统战价值者 才有可能获勤点入局 而对贡献的大小要求也因不同地方有益 虽然政协是虚职 但加入政协便于与中共官员打交道 在大陆从商和发展则大有好处 有广东省政协官员早年透露 周星驰等港新入省政协 都是经由广东省统战部门协调 有关界别 提名推荐产生的 除许本人原意 还要具代表性 在本领域有影响力 香港富二代 一人明星争入地方政协 可与当地官方打好关系 建立人际脉络 成为家族生以或个人是 也有用资源 例如港澳艺人有政协委员牌子 在大陆接单出台表演 开演唱会等 都有可能或地方照顾 同样在大陆做生意 有政协委员的抬头 起码易与官方沟通 不必像无头苍蝇 一样四处碰壁 中共政协在房间认识 是政治花瓶 富翁俱乐部 明星俱乐部等等 伴随官场贪腐深重 政协逐渐沦为富人 明星 名流的集中 我们下期再见